将尘传授老李九幽玄天神功 四大师祖确认会在夏季登场 在第七集中将尘虽然灰头土脸的登场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帅气旧场 这里将尘放出的小指缘 是汉拔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 将尘一个转身便瞬间团灭了伤阻值 在劫后余生的马车上 雪儿扯下了老李的面具 这里的老李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准备李存李的面皮细耍伤阻值 二是准备了另一张面具欺骗雪儿 第二张面皮可是真的人皮面具 对比李存李的可谓是天壤之别 所以雪儿没认出来也很正常 但是导演给我们透露 雪儿可能已经在此时认出了老李 他在后续的剧情中埋下了伏笔 需要我们大家仔细观看 在导演的设定中 将尘除了头和去干是自己的 其他都是拼接的 所以可以百分之百确认江尘是女生了 之前很多人怀疑江尘是秃头男 原因是之前阿姐说过的一句话 现在导演正式回应 阿姐那是胡说八道的 从老李进入江尘的房间之后 便把江尘的心里拿捏得死死了 在一番欲情故纵之下 江尘终于掏出了他的九幽玄天神功 在前几季中 明帝只修炼了下篇 黑白无常修炼的是上下篇 但是有反噬 第三季中 找名册也是有自己的目的 江尘给李星云的这个版本中 有新版两个字 那么这个新版应该是没有反噬的 老李修炼此邪功后 才真正的成为本季的战力天花板 导演特地在第七集换了片尾曲 因为这般重要的神功 不得致敬信爷的如来神掌 因为某些原因导演组变奏了一下 衔接上了侠岚的唢纳主旋律 也算是双重致敬 在第八集的预告中 大家期待已久的四大师祖终于合体 不过你俩这是在干嘛呢 这么有品 另外老李来到墨北大营 和张子凡对峙在了一起 这张画面 一地的尸体 外加老李掐着张子凡的脖子 是老李无法压制体内的邪功走火入魔了 还是和张子凡耶律之舞开战了吗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